这是我见过脑洞最大的女生 你以为这是蒲公英 其实这是穿着毛绒长裙的精灵 你以为这是朵平平无奇的银 实际上她是眉眼温柔的少女 就连垃圾袋其实也是仙女变的 这个90后女生用画腐朽为神奇的绘画方式 让世间万物突破次元壁 在生活的一地鸡毛中 抚慰了上千万人的心灵 她就是全网粉丝超800万的脑洞画师 韦家将 最近很火的瀑布冰美式 普通人根本看不到其中的玄机 而韦家将把杯子倒过来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在水中扩散的咖啡 变成了一位仗剑助力的病美人 飘飘忽如出尘见仙 你看到这团火焰石想到了什么 韦家将把她画成了一位偏偏美少年 高挺的鼻梁 雕塑般的面部线条 再加上邪魅的笑容 这霸气的自言杀谁看了不迷惑 更觉得是韦家将还在她头上 画了可爱的小蝴蝶和小猫咪 这细节也太治愈了 就连路边的落叶也是绝佳素材 韦家将结合形状 让她变成了一位身穿白色长裙 头戴圣洁白纱的仙女 一双无辜的大眼睛眺望着远方 那楚楚可怜的模样 像是误入了凡间 强体的斑驳在韦家将笔下 变成了一群芳华正茂的妙龄少女 地砖上的残雀破损 变成了一位身着黑纱的神秘公主 天空上的云朵 变成了眉眼温柔刺水的神仙眷侣 韦家将一直坚信万物皆有灵 他认为这种发现美的能力 是可以通过后天练习获得的 所以创作了这本名为 《万物有灵且萌漫画会》 这是一本让普通人 也能脑洞大开的创作指南 书的内容就像韦家将一样 温暖治愈 不仅能看到韦家将的最新作品 还能学习到实用的创作方法 就连如何发现生活里美的细节 韦家将也都毫无保留地写了出来 透过自理行间 让人感觉就像韦家将在手发手教学 你相信万物有灵吗 万物有灵且萌 献给所有热爱生活的人